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,对女心理师很满意。 杨子、贺顿帮我扩大了舒适区,杨子终于上新剧了。 由宇乐乐,优酷出品,郭峰,高小溪担任总制片人,柯问力指导,改编自毕书敏同名小说的女心理师自上线以来,话题与热度齐飞。 其中,扮演心理咨询师贺顿的杨子,在剧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表演层次。 11月25日下午,杨子做客优酷、动感101联合推出的《女心理师魔都温暖记》倾听全程特别直播节目,分享了女心理师台前幕后的故事。 杨子坦言,贺顿一脚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温暖而疗愈的力量,他更劝慰网友放开胸怀,开心也是一天,不开心也是一天,干嘛让自己不开心? 贺顿也温暖了我。 女心理师讲述了心理咨询,是贺顿杨子是在帮助来访者解决心理问题的过程中,不断疗愈他人并获得自愈的故事。 其中一个重要情节是,贺顿加入了电台主播前开议、景百然式的节目《心非夜话》,通过电播分享温暖。 因此,此次《女心理师魔都温暖记》倾听全程特别直播节目,别出心裁地还原了剧中《心非夜话》的场景,花房陈设让杨子大呼亲切。 杨子坦言,之所以接下《女心理师》,就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关注心理健康的问题。 小时候我以为心理医生就是无间道理陈慧琳截眼的那种,给个表患者就睡着了,我觉得这个职业太奇幻了吧。 后来慢慢地了解,和老师们探讨,我觉得这个群体是治疗心病的医生,应该大家多重视心理健康问题, 也给予心理医生们关爱和支持。 也是因为这样,赫顿既脆弱又坚强,经历过黑暗也温暖过别人的特点,深深打动了杨子。 她是一个内心力量很强大的女性,我很崇拜赫顿她在经历过小时候的阴影后,依然有很强大的力量, 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,去治愈更多的人,这也是我非常爱她的原因。 当然,想要演好一名专业心理咨询师,着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 杨子透露,近祖前自己只拿到了一时级剧本,几乎天天都追着导演要本子, 剧本修改也是家常便饭,有时候早上突然又发了非夜,又改了, 确实是没有办法,我就要在化妆的时候背,到现场就直接拍了。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剧组上下的要求依然很高, 现场还有专业的心理学专家进行辅导,帮助杨子调整对来访者的眼神, 态度和语气,我有任何疑问,老师都会来告诉我, 所以我们是一个很严谨的剧组,生怕会出任何的错误。 不仅如此,杨子也在女心理师的拍摄过程中打磨了自己的台词功力, 我感谢这个戏是同期生,这样让我的台词和感觉更像这个角色。 杨子说,他特别设计了和顿前后说话的不同, 一开始要有点锐利的感觉,慢慢成长后则要有温暖,柔软的感觉, 我以前拍现代戏说话会很自然,很随意, 但这个戏我就想让它干净利落的感觉。 我在扩张表演的舒适区, 女心理师是杨子时隔两年的电视剧新作, 外界普遍好奇, 她是否会通过贺顿这个角色实现表演上的转型。 对此,杨子从容回应, 在角色的挑选上不刻意, 往往是我什么样的年龄, 我喜欢什么样的剧本, 我就去拍了。 对于转型, 杨子也有自己的想法, 在我转型这个问题上, 大家讨论度得很多。 其实如果过两年我看到有合适的, 又很可爱的角色, 我也会去啊。 所以在转型这方面, 我从来没想过, 我只是觉得, 你拍的每一部戏被大家认可了, 就好了。 杨子说, 他很清楚表演的舒适区在哪里, 但目前并不急于跳出, 而是想将这个舒适区慢慢扩大, 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试探, 我也想看看观众朋友们的反应。 我觉得转型首先是在自己一定能演好的情况下, 我也没有太把它当成压力。 他更表示贺顿这个角色就做到了这一点, 我本来担心大家会不接受, 可我看了觉得, 如果我不认识杨子, 这么看眼的其实挺好的。 我对自己是很满意的这一次。 说着, 杨子也不忘透露, 现在他和网友一样每天都关注女心理师, 还专门下载了豆瓣看评论, 我看了很多的评论, 有说我们好的, 但更多的是在看大家提的意见, 包括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这个戏不好看等等。 我会一条一条去看, 然后想问题是什么。 当然, 如果是为了黑而黑, 我可能就自动忽略了, 但还是有很多朋友提的意见, 分析的内容都是很好的。 从童星出道至今, 杨子可以说是在观众的关注中长大的。 当被问到即将三十而立, 是否有事业上的紧迫感时, 杨子表示, 他反而对即将到来的三十岁充满了兴奋感, 我就觉得自己一直是小孩, 我不知道我三十岁, 四十岁会不会成熟一些, 但我确实想在三十岁之前, 能够再多拍出点作品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